今日是五四運動103週年 灣仔金字經廣場舉行星期禮 有青年團體到場觀禮 團體期望新任行政長官上場後 推行更多青年發展政策 為紀念五四運動103週年 警隊升旗隊早上 在金字經廣場舉行星期儀式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代表 包括立法會議員陳仲黎 和霍啟岡等人到場觀禮 他們又宣讀五四宣言 執行主席蔡德昇說 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未能舉行大型星期禮 但希望市民都能夠記住這個日子 在這個這麼有紀念的日子 大家就向前看 和接下來我們都會有一個 7月1日會有新任的特首 新任的特首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 他可以為我們年輕人多做一些事情 多落實他的青年政綱 很多年輕人都希望可以加入 去政府的委員會裏可以發聲 另外其實亦都是對香港培養政治人才 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幾方面我們都覺得是希望 特首候選人如果他選到的話 他能夠落實 霍啟岡就說 很認同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 以結果為目標的理念 認為可以更加有利青年發展 青年工作其實真的要從一個 青年人的所思所想的角度去出發 其實特區政府在青年人的資源投入 甚至活動安排是非常之多的 但往往比較缺少了 我們看到真的最後那個 那個目標是甚麼呢 是否可以增加了青年人對他們的 譬如上流的機會 他又希望未來新的政策局 能夠跟不同青年團體 跟青年多溝通 了解他們的實際需要 鳳凰威士記者 陳錦然報導 拍照